秀林乡继米娅丸纳谷墙启用之后 乡公所也就在各村各部落 积极召开了说明会来获得族人们的支持 而公所日前也前往了 崇德村办理纳谷墙未来设置的规划 也获得族人们的共识 而公所也预计在明年度开始 编略预算来持续推动 秀林乡公所声明的一所精致 前往崇德村德克里部落办理 行结纳谷墙的说明会 让大家了解未来的推动方式 同时也听起族人们的心声 让大家讨论族人们也可以表达意见 德克里部落主席胡明雄表示 十年前部落已经开始迈入满账的情况 那时候大家还是以土账的方式比较能够接受 不过随着土地已经没有地方可以安葬了 加上时代的变迁 先接纳谷墙的政策 部落族人们也开始接受这项观念了 会议这一次 因为我们第六公募 从头第六公募 目前目的已经满了 那我们在去年11月的时候 有召开过一次 就是有关纳顾墙的 部落会议的说明会 那公所这边的意思是说 明年的六月 等预算编织之后 我们会继续召开 有关纳谷墙的公共议题 那现在部落族人都达到一个共识 希望我们这一次的纳谷墙赶快建起来 然后让我们的族人 而后都有一个安置的位置 休闻下的王规表示 上任之后 公所就开始积极在各村各部落进行说明会 在规划设计的图像和宗教异象 让大家了解放心 大家所追求的纳谷墙 有了明耀王纳谷墙的成功方例之后 主要门接受度也开始提高了 后来公所会编列预算 从德村设置纳谷墙 让先人有安置的好所在 记得继续 休闲吧 那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